接着带您看看眼界 用纸做的礼服很特别吧 这有服装设计师赶上环保风潮 用各式各样的纸 包括了像是宣纸 苗涂纸 棉纸 甚至牛皮纸 只要是纸通通都可以 设计师就运用七到八种不同种类的纸纸 做出了三套礼服 带您看看 仿佛小精灵一般的白色礼服 细致 优雅 亮橘 撒金的长礼服 热情大方 而这一套黄色小洋装 前短 后长 设计感十足 吸睛度百分百 不过仔细看 诶 细缝处怎么会有一排定书针 绑盖之外还贴了一层胶布 这当然不是设计师太懒惰 而是您猜出来了吗 这三套礼服全部都是制作的 雕图纸 然后这个是云丝纸 像这一顶皇冠 它就是我们中国纸雕艺术 我是用磕的 橘色礼服用牛皮纸染 蓝色白色马甲 更细心的在描图纸内装上钢架 可以随时针对模特儿调整腰围 利用这个钢骨的力量 就是让它往后推再变小 我就这几天好怕说 什么也不敢吃 就很怕说 我好像如果把那个衣服撑破了 就是要停止啊 就一不弯就破了 对啊 担心弯腰脂就破掉 模特儿憋尿发展青小学 才能美美的走上伸展台 而设计师也忙了两个月 才做出三套礼服 光成本一套就要三千元 甚至比部做的洋装还要高贵